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小美人鱼 安徒生 宽阔无边的大海 风平浪静 一闭如尽 此时她像个温柔的少女 碧蓝的海面映着碧蓝的天空 明亮的阳光给浩瀚无际的大海洒上了万点金星 远处的点点白帆 在金光闪闪的海面上 就像几根雪白的羽毛 悠悠地飘动着 温柔的细浪 轻轻抚摸着岸边的细沙 发出阵阵催眠曲一样的细雨 大海上也经常会起风暴 此时 天上乌云翻滚 狂风大作 大海突然变了颜色 就像一个人由微笑变为暴怒 海水由碧蓝变得乌黑 像烧开水的锅一样翻腾 山一般高的大浪一排接着一排 呼啸着从乌黑的海面上腾空而起 浪风顶上翻卷着排排雪白的浪花 如一排排白森森的牙齿 斜着雷霆万军般的力量向着岸边扑来 发出天崩地裂般的声音 在很深很深的大海里 住着大海王国的君主和臣民 如果以为大海最深处就是沙滩 那就错了 其实海底跟陆地上一样 生长着各种奇花异草 它们柔软而纤细的叶子和花 随着海水的流动而摇曳 各种各样的鱼儿 在这些枝叶静干间自由涌动 如鸟儿在空中飞翔一样 大海之王的宫殿就在大海的最深处 珊瑚做成围墙 琥珀装饰着门窗 带壳的扇被铺满了屋顶 每只贝壳都含着发光的珍珠 它们一张一合 呈现出一片奇观 在大海中只有王后的王冠上 才有一两颗价值连城的珍珠 大海之王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很多年了 她的母亲目前帮她管理家务 她聪明能干 出身高贵 尾巴上镶嵌着十二只牡蛎 而别的贵妇人只能有六只 她深受众人尊重 对小公主们非常疼爱 把她们照顾得无微不至 大海之王有六位小公主 个个美貌无比 最小的那位公主是最漂亮的 她的肌肤像玫瑰花瓣一样 光洁娇嫩 眼睛像最深的海水那么蓝 小公主们每天都在王宫里游戏玩耍 王宫外面是一座大花园 里面是火红和湛蓝的树木 树上的果实如金子般闪闪发光 花朵在树叶间摇曳 每个公主在这里都有一小块地 自己耕耘 她们把自己的花坛布置成各种形状 最小的公主把自己的花坛布置成了一个像太阳一样的圆形 里面种的是像太阳一样火红耀眼的鲜花 她跟别的姐姐不同 是个文静而喜欢沉思的孩子 姐姐们纷纷从沉船上拿来各种新奇的玩意儿玩耍 而她只拿了一个用洁白的大理石叼成的男孩 放在自己的花园里 然后又种了一颗紫色的垂柳 布置得非常别致而有情趣 小公主最喜欢听老祖母讲陆地上的事情 那里的花朵有香味 树木都是绿色的 树林里会有唱歌的鱼儿 其实那就是小鸟 老祖母对她说 等你到了15岁 就可以游到海面上 坐在月光下的礁石上 看那些船只和远处的森林 还有城市 可是小公主还要等5年 因此她十分期待到海面上去看看 其他的公主都答应 把看到的最美的景致讲给大家听 大姐终于满15岁了 她回来后讲述了她看到的城市 那里灯火通明 月升悠扬 教堂钟楼 塔尖淋漓 小公主听得如醉如痴 第二年 二姐讲述自己看到了美丽的夕阳和云朵 还有野天鹅 第三年 三姐讲自己顺着一条河游了上去 看到了宫殿和庄园 森林和葡萄 还有孩子和他们的小狗 胆小的四姐不敢接近陆地 她在海的中央看到了海豚和鲸鱼 五姐的生日在冬天 因此她看到了冰山和狂风 还有过往的船只以及雷电 姐姐们都成人了 他们可以随时到海面上 他们经常手挽着手 在海面上唱着甜美的歌 最小的公主终于十五岁了 现在可以让你出去了 老祖母说 来 让我给你打扮一下 她给小美人鱼带上百合花环 那都是用珍珠做成的 然后 又把八只大牡蛎 嵌到她的尾巴上 证明自己的高贵 其实 这些她都不想带 只想从花园摘一朵红花 带在头上 说过再见 她便轻盈地向海面升去 像个小泡泡一样 当她来到海面的时候 夕阳刚刚沉没 满天云霞灿烂 玫瑰红和金黄色的晚霞 融合在一起 天际上已经有星星在闪烁 海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 没有一点风 一艘大船停在那里 船上传来了音乐声和歌声 随着夜幕降临 五颜六色的灯笼亮了起来 小美人鱼游进那艘船 透过光亮的窗户 她可以看见里面 有一位年轻英俊的王子 正巧 今天也是她16岁的生日 她穿着华丽的礼服 闪烁着明亮的黑眼珠 正在尽兴地庆祝 水手们在甲板上跳起了舞 当王子到来时 绚烂缤纷的焰火 将天空照得如同白昼 船上的一切 看得都是那么清楚 在悠扬的乐曲声中 英俊的王子微笑着 跟船上每一个人握手 夜深了 船上的人都已经安歇了 可是小美人鱼依然在看着那条船 她的眼睛从未从王子身上挪开 此时 大海开始不再平静 从大海深处传来了沉闷的声音 波涛起伏起来 这时 船的风帆都张了开来 开始加速行驶 但是 已经太晚了 海上的浪涛越来越高 也越来越狂暴 暴风雨来了 水手们只好把风帆收起来 任凭大风摆布船直 那船一会儿被抛上波峰 一会儿又跌回波谷 船上的人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 最后 帆船发出了吱吱嘎嘎嘎的断裂声 随着一声巨响 船板裂开了 汹涌的海水冲进了船舱 桅杆如一根芦苇一样断掉了 小美人鱼明白了 这艘船遇难了 连她自己也得小心躲避着到处漂浮着的船板和物品 闪电中 小美人鱼看到船上的人一个个都在惊涛骇浪里挣扎 却不见王子的身影 过了一会儿 她才看见王子在波涛中起伏 她一阵高兴 以为这样就可以跟她在一起了 可是又突然想起来 王子会被淹死 于是她决心把王子救活 她不顾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 使出浑身力气向王子游去 终于来到了王子身边 王子已经挣扎了很久 此时浑身无力 美丽的双眼紧闭着 如果没有小美人鱼的救助 她必然会被大海吞没 小美人鱼把她的头拖出水面 随着海浪漂流 怎样都不肯放手 第二天 风平浪静 大海终于恢复了宁静 那艘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灿浪的太阳慢慢升起 照耀着平静的海面 王子的脸上也恢复了红润 但是仍然双眼紧闭 小美人鱼吻着她那饱满的额头 希望她能尽快醒来 而且越看她 越像自己花园中的大理石雕像 这时 小美人鱼看到前面不远处 是群山连绵的陆地 山顶上白雪挨挨 发出耀眼的光芒 海边茂密的树丛中 掩映着一座高大的房屋 花园里种着各种果树 门前是高大的棕榈树 海水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深不可测 却平静如静的海门 海滩上铺着白细的沙子 她把英俊的王子带到这里 轻柔地放在沙滩上 并垫高她的头部 让阳光照耀着她 那座房子里响起了钟声 一群年轻的姑娘 往花园这边走来 小美人鱼赶紧 远远躲在大礁石后面 不一会儿 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 走了过来 心事吓了一跳 随后便喊人过来 此时 王子终于醒了 向周围人露出微笑 她根本不知道 是小美人鱼救了她 她难过地看着她被抬进了房子 然后 伤心地往父亲的王宫游去 回去后 本来就文静的她 更加沉默寡言 姐姐们都来问候她 可是她什么也不说 她已不记得游到 同王子分手的 那个小海湾多少次 看着那里的冰雪都融化了 可就是没有见到王子 她一次比一次难过 她唯一的安慰 就是每天拥抱 小花坛里的那个雕像 连花朵都顾不上照料了 最后 她终于忍不住了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告诉了姐姐们 于是 她没有悄悄告诉自己的朋友 终于打听到了 那个王子的消息 这天 姐姐们把小美人鱼 带到了王子居住的 那座王宫前 王宫建造得富丽堂皇 美轮美奂 她终于知道 王子住的地方了 从那以后 她无数次来到这里 比任何一个姐姐都游得近 有一次 她甚至游到了 大理石阳台底下的沟渠里 在那里眼睛 一眨不眨地盯着王子看 她经常看到 她乘坐华丽的游艇 在水面游玩 她还多次听到 渔夫们对她的称赞 她多么希望 自己也是人类中的一员 人类的世界那么大 不但有高耸入云的高山 广袤的森林和田野 还可以乘船横渡打烊 老祖母告诉她 虽然人类会死 但是他们的灵魂不死 会飞升到天上的星星上面去 而美人鱼死后 只会变成泡沫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灵魂不灭呢 哪怕让我做一天人 能够到星星上面去 我宁可少活三百年 不要胡说 老祖母说 我们的日子可比他们好得多 我们死了是不是就再也听不到波涛的声音 看不到太阳了 只能变成泡沫 小美人鱼悲伤地问 没有办法 除非有个人真心爱着你 牧师把他的右手放在你的手上 这个人对你忠贞不渝 那么 他的灵魂就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去 你才能分享到人类的幸福 但是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觉得你的尾巴是最美的 可是在陆地上 却被认为是丑陋的 人们把下身的两根棍子叫做腿 但我们看到腿一点也不美 还是让我们高兴地玩吧 今晚有个宫廷舞会 王宫舞会豪华热闹 小美人鱼的歌声是最美的 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有那么一小会儿 他感到特别开心 可是 很快 他就又想到了地面的那个世界 他无法忘记英俊的王子 此时 他听到了一阵号角声 知道他又出行了 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 去赢得他和永生不灭的灵魂 他决定趁姐姐们在跳舞的时候 去大海女巫那里 看看有什么办法实现心愿 小美人鱼朝那个湍急的漩涡游去 女巫就住在那后面 过了飞速旋转的漩涡之后 是一片冒着气泡的烂泥塘 再往后 是一片奇异的树林 女巫就住在那片树林里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半动物半植物的珊瑚 连树枝都是滑腻腻的 小美人鱼看到这些有点害怕 可是 当他想到王子时 他鼓起勇气 飞快地向女巫住的地方游了过去 他来到一块沼泽地 那里真是泥泞不堪 粗长的水蛇在里面翻滚 在沼泽地中央 有一座用遇难的人遗骨盖成的房屋 那就是大海女巫的住所 他正在用嘴给癩蛤蟆喂食 水蛇在他身上爬来爬去 我知道你的心愿 大海女巫对小美人鱼说 你的愿望可以得到满足 但可能换来的只是痛苦和不幸 你想去掉鱼尾巴变成人 让王子爱上你 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 说完 女巫狂笑起来 你来巧了 女巫说 如果等到明天太阳出来 我就不能帮你了 那要再等一年 我给你配一副药 你在太阳升起之前游到陆地上 再按上喝下去 你的尾巴就会变成腿 但是 你会感到很疼 就像一把剑刺穿身体一样 你仍然很美丽 体态优美 我不如仙女一样优美 但是 你每走一步 就会像走在刀尖上一样痛苦 好像血在往外流 你能忍受吗 小美人鱼颤抖地答应了 你一旦变成人 就再也不会变回美人鱼了 女巫继续说 也不能回到海里和王宫里了 如果你得不到王子的爱情 那么 你将在他和别人结婚的第二天 变成泡沫 我不怕 小美人鱼脸色苍白 但依然坚定地说 不过 你必须给我报仇 女巫说 你拥有大海里最美妙的嗓音 那是你最美妙的东西 但你必须交给我 因为我还要把自己的血 掺到药里去 那样药材会有效 所以 你的舌头必须归我 好 就这样定了 小美人鱼说 于是巫婆开始熬制魔药 她把几条蛇打成一个结 用它刷干净锅 把自己的血滴在锅里 然后 往里面放了很多药末 等药剂沸腾 发出如同鳄鱼的叫声之后 魔药便熬好了 随后 女巫割去了小美人鱼的舌头 回到王宫 舞会已经散场 她不敢回去见任何人 因为她已经变成了哑巴 想着就要永远离开亲人们 她的心都要碎了 她在每个姐姐的花坛上摘了一朵花 然后 向着王宫抛去一个个飞吻 便往岸边游去 她终于看见了王子的宫殿 她来到大理石台阶的时候 太阳还没有升起来 她把药喝了下去 顿时感到无法忍受的剧痛 像一把剑刺穿了自己的身体 她昏了过去 太阳升起的时候 她醒了 感到浑身疼痛 英俊的王子就站在她面前 她那乌黑明亮的眼睛 正在盯着她看 她羞怯地垂下眼皮 发现自己的尾巴已经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雪白而修长的双腿 可她身上一件衣服也没有 她只好用自己浓密的长发盖住身体 王子问她是谁 可是她已经不会说话了 只能用她那深蓝色的眼睛 温柔而悲哀地看着她 于是王子挽着她走进了王宫 虽然她每走一步都如刀刺般痛苦 但她仍然愿意忍受 她走起来乒乒乒乒 步伐轻盈 令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她穿上了华美的丝绸衣服 在王宫里是最美的女人 可是她是个哑巴 不能唱歌也不能说话 女奴们随着优美的音乐翩翩起舞 小美人鱼举起秀美洁白的手臂 踮起脚尖轻盈地舞动起来 她的舞姿 她的眼神令王子着迷 她高兴地跳着 尽管每一步如同踩在刀刃上 但是她还是强忍着 王子给她做了一身男式衣服 让她可以随时跟在她身边 她陪她骑马 一起在清新宽阔的森林里散步 享受扑鼻的清香 花儿对她微笑 小鸟欢快歌唱 她陪王子爬山 娇嫩的双脚走得鲜血淋漓 她却毫不在乎 他们一起在高高的山顶上欣赏白云 夜晚 当王子熟睡之后 她便溜出来 坐在大理石台阶上 把脚浸泡在冰凉的海水里 减轻一些痛苦 有天晚上 姐姐们一起来到这里 一边游着 一边悲伤地唱着歌 他们告诉她 所有的人都伤心难过 连老祖母和父王都来看她了 可是 他们不敢太靠近岸边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她对王子的爱也越来越深 王子也很喜欢她 却从来没有要娶她当王后的念头 她只是觉得 她是个好孩子 可如果她得不到王子的爱 就会化作大海上的泡沫 当王子把她拥在怀里 吻着她的额头的时候 她说 你那么善良 非常像我碰到的一个年轻姑娘 那次我在海上遇到危险 船沉没了 我却死里逃生 被海浪卷到了岸边 很多年轻姑娘在那里做祈祷 那个最小的救了我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值得去爱的人 在我心里 你都快要变成她了 是命运之神 把你送到我身边代替她的 天哪 我拖着她游过海面 送到了岸边 在海里守着她 直到有人来 她竟然不知道 是我救了她的命 小美人鱼深深地叹着气 心里十分悲伤 随后 她又想到 王子说姑娘是寺庙中的人 不会来到城市中了 那我就在她身边照顾她 天天爱着她 直到把生命献给她 不久 就有消息传来 说王子要跟邻国的公主结婚了 被此还打造了一艘豪华的大船 要去游览一下那个国家 当然同时看看那位公主 其实她最清楚王子的心思 王子曾经这样说 我必须去看看那位美丽的公主 父母没有强迫我一定要娶她回来 我没法爱上她 因为她不是寺庙里的那个姑娘 如果我必须选择一个新娘 那我宁愿选你 你不说话 却有双会说话的眼睛 深夜 所有人都进入了梦乡 她独自靠在船舰边 服侍着大海 似乎看到了海底深处 父亲的王公 和老祖母头上的王冠 此时 姐姐们俯上了海面 向她招手 她朝他们微笑 突然 舵手们朝她走来 姐姐们赶紧扭身 潜到水底去了 不久 船驶进了邻国首都的港口 他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接待 但是公主没有露面 据说在一个寺庙里 学习做人的美德 最后公主终于出现了 小美人鱼早就期待着 一睹这位公主的芳容 当她见到公主的时候 才发现 那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 她肌肤雪白娇嫩 眼睛湛蓝清澈 闪烁着虔诚圣洁的光芒 竟然是你 王子一见到公主 就惊讶地喊了起来 当我躺在沙滩上 昏死过去的时候 是你救了我 她不顾公主的羞涩 把她一下子拥在怀里 她又对小美人鱼说 没想到 我美梦成真了 我真是太幸福了 你一定会为我感到高兴 因为你是所有人中 对我最忠贞不渝的 小美人鱼的心都快要碎了 但她还是吻着王子的手 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如果王子娶了公主 那么在婚礼后的第二天 她将变成大海里的泡沫 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 大街小巷一片喜庆气焚 新郎新娘接受了主教的祝福 小美人鱼也穿上了最美丽的丝绸衣服 帮助新娘脱着垂地的婚纱 然而 在这热闹的环境中 她的眼中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音乐也没有神圣的仪式 新郎新娘登上了大船 在笼笼的礼炮声中离岸了 大船中央金色和紫色相间的帐篷 就是新婚夫妇的洞房 夜幕降临 船上五颜六色的彩灯亮了起来 小美人鱼和水手们一起翩翩起舞 轻盈的舞姿如飞燕一般 她的脚剧烈疼痛 但是她仍然跳得酣畅痛快 今天晚上是她能够见到王子的最后一夜了 她抛弃了一切 每时每刻都忍受着身体和心灵的伤痛来找她 而她对一切却毫不知情 她没有得到一个灵魂 得到的将是一个永恒的黑夜 新郎和新娘已经走进了帐篷 船上安静了下来 小美人鱼已在船船上望着东方 突然 姐姐们从波涛中浮了出来 她们跟自己一样脸色苍白 她们美丽的长发不见了 我们把头发全给了女巫 姐姐们说 求她不要让你再今晚死掉 她给了我们这把锋利的刀子 你只要在太阳出来之前 把刀子刺进王子的心脏 让她的鲜血滴在你的双脚上 你就会再变成美人鱼重返大海 拥有三百年的寿命 她们把刀子交给她 催促她快点动手 然后便忧伤地回到海里去了 她更加伤心了 连老祖母都为了她 掉光了满头白发 天快亮了 小美人鱼走进帐篷 吻了吻王子的饱满的额头 她在梦中都在念叨新娘的名字 她看了看刀子 又看了看王子 然后走出帐篷 把刀子扔进了大海 见起了像血一样的水花 随后 她恋恋不舍地看了王子最后一眼 哀怨的目光充满了迷茫 她纵身跃进了大海 感到自己的身躯 正在慢慢化成泡沫 太阳升起来了 但是小美人鱼感到自己并没有死 因为她看到了鲜艳的太阳 听到了一种悦耳动听的心灵之音 小美人鱼发现 自己的身体正从泡沫中升起来 往空中飞去 我要去哪里呢 她问自己 声音显得非常飘渺 去做天国的女儿 另一个飘渺的声音说 即使你得到了人类的爱 你那永恒的灵魂 也只能依赖于人类的施舍而存在 但是天国里的灵魂却是永生不灭的 只有不停地行善做好事 三百年以后才能获得这样一个灵魂 你是那么善良 历经艰辛和磨难 成就了他人的幸福 已经是天国的女儿了 只要你像我们一样 把鲜花的芳香传向世界各地 帮助人们防止瘟疫 替病人治病 坚持做善良的事情 那么三百年以后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永生不灭的灵魂 于是小美人鱼把双手伸向太阳 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船上的人在到处找他 人们就像知道他已经跳到浪涛里去了似的 悲伤地望着那翻腾的泡沫 他无影无形地亲吻了新娘 对王子笑了笑 然后随着其他天国的女儿一起 飞升进了叉似烟红的朝霞之中